救護車緊急出動 因為病患 狀況危急 家屬包吻表示患者呼吸船 EN&T到達現場後發現患者呼吸 患癌 因送醫途中發現患者OCA EN&T判斷狀況危急 給予必要組織並改送救進醫院 韓劉報導 全臺極動又正值過年假期 雙北境三天到院前死亡人數 都累積超過雙位數 桃園兩天也累積六人 新竹 雲林也有兩到四個人 疑似因低溫 送醫急救 醫院急診感受最深 以土城醫院和臺大醫院為例 過年期間急診就診多了三到四成 心血管疾病 擠進前三名 專家說室溫每降一度 猝死機率就會增加百分之五點六 但室溫也不宜太低或太高 維持十八到二十二度最適宜 另外也當心居家脫光衣服 洗澡前後和睡眠當中 是容易引發猝死的三大時機 保暖要決 暖頸 褲頭 心臟血液打出去 連接頸動脈 頭部血管 維持頭頸部暖度 就不怕劇烈溫差成為殺手 靜新新聞 理由信何夢哲參謀到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